家人们国产直播恋宗快把草原的马抓没了 凭借国服第一出名的男四小默 在这个恋宗一登场就是人气王初次见面 他便收到三个女嘉宾的礼物 当晚的他更是收到了三封匿名的心动性 让其他男嘉宾纷纷眼红 而作为人气王的他 第一天凭借天意 与女二小星配队成功后 两人日常各种贴贴 眼神拉丝都不在话下 然而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在集体游戏互动之中 女三酷里完全不给他面子 只愿意和男二方正互动 而他则被彻底激起了挑战欲 而对酷里上头的他 在第三天的心动选择中 直接弃选了女二小星 反而选择了女三酷里 甚至亲手帮女三酷里洗脚 完全就是败倒在酷里脚下 然而人气王真的认灾了吗 唐王古长黄雀在后 脚乱局面的新人 以无子为悄然到来了 下一期最刺激的来了 女生之间的战争过分可怕 而我们火速再见